这个女人站在空地上扭动身姿 手机里的怪物竟然也舞动起来 这可不是什么恶作剧 此时的首尔真的有只怪兽和女人一样扭动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女主小美回到了小说的小镇居住 碰巧遇到了好亲的胡子哥 看得出来胡子哥对她抱有好感 她带着小美来到自己的酒吧 许久未见两人聊得很开心 但也看得出小美在外面生活有了些小毛病 胡子哥叫上自己的好友 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 他们喝了一晚上 到了白天 最后小美醉醺醺的走回家 到了家里 她才刚睡下没多久 就被自己的姐姐吵醒 原来有个怪兽出现在首尔 小美立马打电话 因为首尔的朋友是安全 得到回复后她才安心的话 第二天 胡子哥送来电视给她 原来小美酒量不太行 昨晚喝醉说想个电视 暗恋她的胡子哥就为她送来了 还给小美一个工作 但很快小美发现 电视上的怪兽和自己一样会有些小毛病 动作习惯一模一样 她的脑里有了个恐怖的想法 小美花了许多时间排查 最后锁定在家门口的公园里 做了一系列动作 回到房内看电视 被吓了一跳 怪兽果然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 看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内 自己就会在韩国召唤怪兽 看着自己的一样 她感到十分头痛 但很快小美就要去上班 来到晚上 一伙人又喝酒两天 小美决定带他们看一下自己的发现 她一步步走进公园 怪兽出现了 这是一只白米高的怪兽 她正在原地跳舞 而这卷是小美控制的 很快有直升机坠毁 让她吃痛 小美意识到自己这样做的后果 想离开公园 却不慎跌倒 晕了过去 等到小美再次醒来 善良的她想起昨晚自己跌倒 忍不住崩溃起来 她认为自己间接害了很多人 胡子哥让她不要担心 并且拿出报纸 原来怪兽出现的时候 还有一个机器人出现 而那个人就是胡子哥 小美愈发觉得这样做的不对 都怪自己自己无事 于是胡子哥照朋友帮忙翻译 到了时间 小美走进公园里 温柔的疏散居民 在地上写着韩语 让首尔的人们知道她并无恶意 心情愉悦的小美喝了酒 跑到英俊的朋友家里 和她过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 小美发现电视上的报道 机器人出现在首尔商业区 她赶快来到现场 阻止了胡子哥的行为 虽然她口口声声说没有伤害人 但总会闹得人心惶惶 于是小美也走进公园里 让胡子哥离开 还扇了她一巴掌 胡子哥只好兴请离开 而怪兽打击起人的事情 也被人做成了鬼畜 但胡子哥心底 还是记恨着小美 她要求对方留下来 陪自己喝酒 小美拒绝了 但胡子哥说 如果你不喝 我就去那公园走走 小美拒绝了她 谁知对方并不开玩笑 直接驱车离去 两人走到公园里 相互护打 但她怎么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很快就被胡子哥打倒 还放狠话 如果你不来酒吧工作 我就随意见她公园 好家伙 不做人的事情 你是天天干啊 这个男人闯进女孩的屋子里 态度十分嚣张 就连女孩严报警 她也无动于衷 小美看出了 她的精神面貌不太正常 胡子哥自从知道自己的特殊后 就想着如何占据着小美 这时两人望向对方 他们知道 时间到了 这个时间段到达公园 就可以变成怪兽 小美开始阻止对方 但在一连串的攻击下 胡子哥依旧没有倒下 身强力壮的她赶到公园 小美也一路追去 于是他们来到公园内 但胡子哥轻松地将小美制服 还当着她的面 践踏着地面 看得出 这一次 惨死了很多人 但这一切 仅仅是因为胡子哥想得到她 还让小美知道 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小美知道自己敌不过她 但此时心里有了新的想法 她赶到了首尔 多日没见到小美的胡子哥 也打算继续她的报复 但谁知胡子哥那地动山摇 电视上的怪兽 居然出现在胡子哥面前 小美这一波反现操作 我给满分 这个人渣胡子哥居然还想逃 小美根据机器人的行动方向 用怪兽抓住了她 机器人也随之腾空而起 怪兽还张嘴吓她 但面对儿时的伙伴 小美并没有妇人之人 反而将其甩妃 生死未卜 首尔的人民们见到 欢呼雀跃 持续多天的怪物袭击 让担惊受怕的 他们得以放松下来 同时杨小美 彻底放下了身心 这是2016年拍摄的电影 克罗索巨兽 看得出这位西班牙导演的 作品题材十分新奇 开头让以为是 轻松幽默的另类怪兽片 但其实参透了责任 女权和两性之间的探讨性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 喝酒无事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斯坦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